大家好,我是Pitor,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NFT的每個跟著Pitor一起賺 今天有跟大家看史上最大 最誇張的騙局,好嗎? 為什麼說史上最大最誇張的騙局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史上Rage最多錢 的項目是什麼?PixelMod PixelMod有可能是一個騙局 我們帶大家來看 第一個帶來我的Twitter 記得Twitter要來follow我嗎?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Twitter第一 然後Discord第二 然後再來才是YouTube 所以大家我們剛才有Twitter 有推一些不同的東西 大家趕快來follow YouTube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YouTube是個人的意見 都是個人的意見 不是財務分析,不是財務顧問 大家做好這些人的研究 那這個風險一定要控制好 這重要的 我們看到PixelMod 大家看到PixelMod 我們知道它最早Duct Auction 從3個Eats開始賣 現在多少?0.37 大家在開玩笑說 他們這個賣出來 這個到底不知道是什麼鬼 那你要知道 像這個東西是不是他們自己做的 可能都有問題 那他們其實有一個講法 最早PixelMod 他們不是賣PixelMod 他們最早出來的那個trial 其實是在賣PixelMod Trainer 他們第一個剛開始 他們其實在賣這個 你記不記得我們最早 如果你看到PixelMod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他們裡面 基本上是要賣這個人 他們裡面要訓練的人 訓練的人 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寶可夢 我是有人 人去收集怪物 所以到怪物之後 我這些怪物才可以去打架嗎 他們剛開始其實他們是要賣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直接砰 就跑去發售這個PixelMod 我覺得這邊也有一個原因跟理由的 我們來到他的推特 來到discord discord你可以看到他這邊project 我這邊沒有辦法把這個 我把畫面移掉 但是你們可能還是看不到 他們的project 他們的 architecture OK我這樣點進來好了 你看到Cypher Cypher是誰 Cypher就是他們的founder 他們的founder就是這個所謂的Cypher 那Cypher是什麼人呢 Cypher我們知道其實在 他紐西蘭有一個年輕的 一個就是YouTuber 他專門就是玩PixelMod 玩這個Minecraft 他很出名的是玩Minecraft 然後在Minecraft上做直播 然後造很大很大的效益 他好多好多follower 那這邊這個CypherPixelMod 你看這邊你看好 這個CypherPixelMod 這是他的推特帳號 他當然這邊推了很多Cypher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很多很多新聞 就從這個okhushot.e 他講說這個PixelMod 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要大家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比如說從三個East DodgeAction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件事情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第一 你算他說一共 他DodgeAction Race了1980個East 那是DodgeAction DodgeAction 他是一個網站跟一個Twitter account 這樣子就有辦法 Race到6200萬美金 除了這個之外 好 他們就跟講說 這裡還要講到一些 Cypher的一個內容 跟大家講 他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他講到Cypher這個帳號 其實是有問題的 Cypher就沒有一個team 他這個他其實是什麼東西 他後面其實很多東西 他就是一個人而已 那除了他們之外 說 A Do you need to hire a team now? 他跟Cypher之間的對話 這是NFT Llama 這個其實NFT Llama It's not easy I've been working at the team for weeks but probably yeah NFT Llama跟他聊過 NFT Llama我們都知道在 在我們這個NFT space裡面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說話的 有一點點說話的這個分量的 因為也是年輕的一個NFT 的 一個YouTuber 他其實跟Cypher在這邊講過話 但是結果呢 人家就講說 NFT Llama跟他聊 這個就是NFT Llama之前的頭像 然後講說 Hey他其實後面是沒有team的 那還有很多 欸 這邊講一個很誇張的 你看Pixelmon mod is very popular Minecraft mod 其實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Minecraft裡面可以做這個動物出來 有沒有 但是跟Pixelmon 其實他就ScreamShop of Pixelmon Minecraft mod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Pixelmon 裡面的所有東西 其實就是在Minecraft裡面的Pixelmon 一樣的 那你看這邊 就講說 這Db 這不是另外一個 那這邊有很多很誇張的事情 大家有去可以有興趣可以來看他這個賬號 那你看Cyberpower 好 大家看一下另外這個 這個我覺得要跟大家講 這個是很妙 我們之前在Pixelmon裡面看到他的 遊戲就是可以提一匹馬跑來跑去 我不是說他們超這家公司 但是你看這家公司 他們基本上 也是一樣的一個邏輯跟概念 有馬有數理 那我可以講說他有可能是 因為他這樣子而得到啟發 那他其實就是在 NFT 就在這個Minecraft裡面 弄個server就這樣子弄出來 另外 好 這個叫做Mesh Team Studio Mesh Team Studio 我剛開出來看 Mesh Team Studio裡面很多東西在賣 你看你看你可以買這些很多的怪獸 你可以買很多的東西 有沒有 你如果你想要發一個3D的 你來這邊買怪獸就好了 你不需要自己做的 你來這裡買就好了 你看很搞笑 Pixelmon這隻花是多少錢 159塊 Monster Optima Pack Q Series 159.9可以買到 另外這隻蟲 Pixelmon這隻蟲 有沒有 你看這裡多少錢買的 Monster Optima Pack Pixelmon這隻零二Q Series 還有 你看 Hey Just bought that yesterday 他這邊講 Hey Cyber Welcome to find the baby dragon 然後再講這個 這個Store UnityStore UnityStore裡面就講 3D Creatures Unity Asset Store 然後這邊Cyber講 Hey Just bought that yesterday 所以他們後面整個團隊 基本上他們所有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買回來的 看到了嗎 買回來的 另外還有一些 你看大家的期望說 哇 住這麼漂亮 那實際是開出來的 是開什麼東西 這個人家講說 這是Kevin 就是目前為止最火紅的 就是這隻 Kevin Mimi 人家講說 Hey Pixel Must the next blue chip 就是financial advice 然後他們再來講 Hey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got the the goods pump machine and that's like design modeling team has come up with We are dropping something in 4 days 他就看的東西真的很棒 很棒到起雞皮疙瘩 這就是Cyber 他們自己弄的嗎 那這邊除了這些 YouTube 這剛才除了這個 Twitter賬號 大家有空可以來看這個 Twitter賬號 OKhosted 那你來看這個Mass Team 這個都是裡面可以直接 現場買的 有趣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拿到Cypher 他的這個account 他的OpenSea 他是2020年 2022年在開的 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他什麼東西都沒有之外 是什麼 他只有去命了一個Pixel 唯一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去看 他的帳號 如果你去看他的wallet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帳號是有人 把錢放進來讓他去命的 有人把錢放進來讓他去命的 所以他那個帳號其實錢從那裡來 所以他那個帳號其實錢從那裡來 他錢是從這邊來的 開這個給你看 OK 這從這個KYL2 KYL2就是他這個錢 然後到Cypher account裡面 Cypher account裡面就去命他們的Pixel 的第一個 那如果你到KYL2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兩個月之前發生一件事情 你看 你看他們去買一個Pixelmon.eth 另外呢 還有Cypher.eth 這都是三個月之前 兩個月之前買的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Cypher Cypher這個帳號 在紐西蘭這個Youtuber 是不是跟他們一起做 或者是其實後面的一部分 那就我們知道 他跟這個Lamaverse 之間都有共同的這些焦點 然後Lamaverse 第一時間想要幫他們做這件事情 但是發現狀況 我不對Lamaverse跟他們直接撇清關係 那你看他們這個帳號 後來其實他們裡面的錢 蠻有趣 就是你Pixelmon 弄了這麼多錢之後 他們買了一大堆 變種猴 無聊猴 還有買一大D Invisible Frame 甚至買了Azuki 稀有的Azuki 他買一堆籃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這個其實就是他們主要一個 晶元來的部分 你看他其實買了什麼東西 他買之外他也賣 他也賣Azuki Azuki也賣給人家 那總的來講 就是我們看到這整個Pixelmon的這個 這個就是drama 我們講這個drama 就是這個很誇張 歷史上 Race最多錢 7300萬美金之外 發現他們後面全部都是假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是Cypher一個人做的 Cypher可能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大家如果去做研究 你就知道Cypher他最早 他應該是20幾歲 然後在紐西蘭 他就以玩minecraft起家的這個 Livestream youtuber好多好多粉絲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正在Kickstarter上面 融了好幾個項目 一個項目可能35000塊美金 或者是5萬塊美金 一個小項目 但我們都知道 Kickstarter這種眾籌的項目上 很多東西做不見得成功的 不成功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一次不成功 兩次不成功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他後面的團隊 絕對不是靠他一個人 有辦法去pump到7300萬美金 那甚至有人 我看到之前 有一些文章講 有人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錢是不是要退回去給大家 他說對不起我沒辦法退 為什麼 他可能只不過是所有團隊裡面 站在面前的一個人 後面你要想看 有辦法把一個NFT的項目 發售前 把它pump到極致 他這個hype火爆的這種成分到極致 然後從3個億 Dutch auction這樣子往下賣 有辦法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Race的6000多萬美金 他Dutch auction很短時間 Race6000多萬美金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誇張的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唯一能得到的最後 可能就是這個Kevin吧 那只有85個Kevin 大家一定可以趕快來搶Kevin吧 這個可能是大家覺得最扯淡的一個NFT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這個Kevin 有辦法火紅 我待會兒去逛逛看有沒有Kevin 我也去買一隻Kevin看看好了 去逛一下有沒有Kevin 這可能是唯一剩餘的價值啊 我看有沒有Kevin 哎 好吧這邊先不玩這個了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跟大家講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個 NFT項目 容了7300美金之外 有可能是最大的騙局了 最大的騙局是因為他們的賬號 都是後來才創立的 甚至他們裡面的R通通都是去市場上買回來的 他們那些所有的設計 不是他們自己做的啊 全部都是外面買現成的回來 159塊美金就有了 就買了一個花 花、食人花什麼的 那我們就知道 如果大家要做任何投資資金 一定要自己做研究好不好 這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千萬不要虧錢 那如果覺得我的視頻 再給你價值的話 請關注推特加入 Discord 和YouTube一定要 Follow啊 訂閱YouTube 然後把那個讚點話 點贊點爆點贊點壞 打開小鈴鐺就是重要好不好 感謝大家看到這裡 真的 好 不錯謝謝 Cheers 拜拜